欢迎收看10月6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小慧 行为开始先来关注马六甲的政局形势 马六甲西蒙主席兼前首长阿德里说 尽管解散州议会是州元首的权利 但既然贾州国盟政府已经失去了多数议员支持 就不应该再提出可能破坏贾州民望 以及影响政局的建议 而究竟州选会不会在60天内举行 独岛国安会的西山穆丁说 还需要等待选举委员会评估风险 卫生总监诺西山也强调 如果州选必无可避 需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阿德里今天在记者会说 以甲州西蒙政府去年3月 失去多数议员支持的情况为例 时任甲州元首接纳组成新政府的建议 宣布西蒙政府因为失去多数议邪恶无效 这才是妥当的程序 阿德里也透露 一旦有足够的资料 西蒙将会通过司法程序 探讨看守政府的合法性 刚刚被巫统开除 恢复自由身的双西乌浪州议员 伊德里斯·哈伦 以及班底昆罗选区州议员 拿督诺阿兹曼 虽然已经获得数个政党邀约加入 但他们将等到州选时 才选择主义的政党上阵 诺阿兹曼在记者会上 更一度哽咽落泪 向选民道歉 以及诉说心里的不满 他也申诉 在担任州议员期间 遭到了边缘化的情况 并对党内的三头狮子 不断做出破坏 马六甲的强盗行为 感到心痛 无论如何 为了避免重演沙巴州选后 爆发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 掌管国防部的高级政务部长 拿督斯里西山穆丁表示 选举委员会将会全面研究安全和风险后 才决定是否举行马六甲州选 卫生总监诺西山也担心 如果举行州选 马六甲可能会步上沙巴后城 他说卫生部其实也反对沙巴州选 理由是疫情还没有过去 来关注国内疫情 彭亨州文东的金马苏新村 再一次的爆发疫情 新村内一名村民和家中的七名租客 全都确诊 其中一人更已经去世 治市文东金马苏新村 自今年初因为有11人确诊 引发金马苏新村感染群 被封村后再一次的引发新的感染 这名村民将家中的房间全部出租 其中一名71岁华裔租客 因为不舒服被送往文东中央医院治疗 检验后证实确诊 过后不治 所有同屋者检验后 结果家中8人包括屋主全都确诊 目前这7人都必须隔离 等待文东卫生局的安排 然而文东卫生局经五派员到该房屋 进一步了解确诊者的资料 并确保他们都在家中隔离时 却发现一名60多岁的华裔房客不在家 通过各方面找寻他 亚比伊利沙白二世女皇医院加护病房主任阿度加巴尔医生 日前发文披露 一名第四阶段 冠病女患者血氧水平一度降至50% 处于极度缺氧的危急状态 医生立刻为他插管 成功把血氧水平提高至90% 扫描后 发现他肝脏和肾脏有积水 医生连续6天从他体内抽出8公升的积水后 病人病情终于好转 并在第七天把管脱险且恢复良好 阿度加巴尔医生感叹 这奇妙的案例也让他领悟 无论患者的病情有多糟糕 医疗团队也不能放弃抢救 因为结果可能是如此美好 截至今52点 国内在新增9380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230万3837宗 其中沙拉越新增1503宗病例 是最高确诊数据的周数 死亡病例方面 我国昨天通报117宗死亡病例 但日实际死亡病例是3宗 累计死亡病例为26876人 现在先进入一则商业资讯 红空气净化器 如今你要担忧的不只是灰尘和阴霾 你好 Virus Fit 配备全核一八重防护滤芯 不只能过滤灰尘和阴霾 还能透过All Clean 消除通过空气传播的细菌 SK Magic All Clean Virus Fit 告别细菌 Hello Magic SK Magic 为了瞒天过海贩毒集团 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 除了开设多家私人公司 暗中贩毒 还特意选用新加坡的运输服务 准备把近500万令吉的毒品 运往欧洲 没想到早就被马兴两国警方注意 趁他们在仓库准备出货的时候 将他们一网打尽 警方是于9月24号到28号期间 在森州和雪龙多个地区 展开6次突击行动 期货490万令吉的各类毒品 包括冰毒 科他命 本状和叶状摇头丸等等 并逮捕了一男四女本地毒贩 瓦解这一个半毒集团 武吉阿曼速毒局副总监 阿都阿兹今早召开记者会时 指出这批毒贩申报 出口玩具和零食 还特意利用邻国的运输公司 让毒品可以快速运出国 警方调查发现 这一个半毒集团从今年1月开始活跃至今不到一年 竟然就获得大批毒品供应 因此警方将急查幕后首脑的身份和毒品来源 作为三美兰州燕斗和颅骨的地方文人 39岁的拿都纳达拉人被控于2018年4月和5月 以神庙理事身份协助神庙维修一座价值270万令吉的神像 但却被揭发 归还的并非原装神像 今天被控失信罪 一旦罪成 可判监禁不超过10年和鞭吃以及罚款 被告不认罪或准以2万令吉 由一人保外够审 安定11月10号过堂 换个焦点 一名女网友在网上分享了一则暖心小故事 指日前一名送货员送包裹到他们家时 丈夫看到送货员的球鞋已经破旧不堪 不忍心对方继续穿着旧鞋 辛苦工作 正好她的鞋子尺码和该名送货员一样 因此主动赠送自己收藏的名牌巢鞋 让送货员难言感动 不断地赞鞋子漂亮和道谢 这段经历被上载到社交媒体后 让不少网民都为之动容 昨天凌晨 坠楼毙命的邮运集团执行主席 拿督邮瑞庆在经过调查后 警方将此案列为猝死案处理 没有刑事成分 而死者也在今午完成偷检 明天会举病 邮瑞庆的冠病检测结果呈阴性 槟城中央医院太平间法医今午 已经完成了解剖 死者妻子于今午2点30分 抵达太平间办理领事手续 逗留大约半个小时后就离开 根据了解 邮瑞庆的遗体将在八都衍东殡仪馆治丧 治丧期间家属警允许亲朋器友 前往调宴致哀 邮瑞庆将于明天下午2点举病 移救到白云山公众安葬 针对于瑞庆的死因 宾州副总警长纳都菲索尔说 死因是头部因坠落而重创 但没有受酒精或毒品的影响 死者也没有留下遗书 目前排除刑事成分 他说案发时 死者妻儿都在家睡觉 没有发现他从16楼住家阳台坠楼 妻子也说 死者在出事前一晚也没有异常行动 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乔布斯在2011年去世后 转眼已经迈入10周年 现任总执行长库克在这10年带领苹果公司 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股价也在10年间涨了超过11倍 乔布斯是在2011年因为胰脏癌去世 享年56岁 在库克执掌10年期间 苹果并没有推出太多新的硬件产品 但通过苹果音乐和iCloud储存等服务 将庞大的中使用户群 转化为经常性的订阅收入来源 大幅提高了苹果的利润 苹果公司在2011年的市值 仅有3644亿美元 也就是大约1兆5236亿令吉 在库克的领导下 2018年成为全球首家市值达1兆美元的 美国上市公司 如今更飙涨至2兆3300亿美元 苹果周二必试爆 141.11美元 对比2011年11月时的11.72美元 已经足足翻涨11倍 奔西师更预测 苹果市值将在未来 6到9个月内达到3兆美元 库克周二在公司内部信函中 缅怀乔布斯逝世10周年 表示没有一天不想他 在乔布斯去世后 库克通常都会在公司内部信函中 来纪念乔布斯的重要时刻 也会提醒员工 乔布斯对苹果 以及对科技业和世界的深远影响 来看国际新闻 面子书公司前产品经理 弗罗西斯豪根周二在听证会指控 面子书追求利润多于安全 并指相信政府收紧监管 将会有助缓和面子书所构成的危险 对此面子书公司总执行长 朱克伯格就反击 面子书绝对不是一家 把盈利置于安全之上的企业 曾经在多家科技巨头公司任职的 弗朗西斯豪根在离开Facebook前 拿到了公司内部的研究文件副本 后来华尔街日报按照文件做出报导 豪根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访问时 公开了身份 他周二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 消费者保护小组的听证会指控 面子书进行内部研究 发现Instagram对部分青少年有害之后 并没有做出改变 对于散播仇恨言论和假消息方面也不诚实 对此 朱克伯格周二就对其公司 是煽动分裂 危害儿童和需要受到监管的指控 作出反击 强调面子书绝对不是一家把盈利置于安全之上的企业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 但疫情影响的不只是生理 也严重冲击心理健康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周一指出 全球10岁到19岁的族群当中 估计有大约13%被诊断出心理疾病 呼吁各国政府投入更多资源 保护少额的心理健康 接着来关注疫苗消息 装申公司周二说 该公司已经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交申请 寻求为18岁及以上者接种追加剂的紧急使用授权 菲律宾前总统马克思的独子小马克思 周二通过面子书直播 正式宣布将参加2022年总统大选 放眼重振家族的政治声望 除了小马克思 退役权王帕奎奥和马尼拉市长莫雷诺 都已经确认将参选总统 小马克思曾经在2016年竞选副总统 但以微小的差距 输给现任副总统罗布雷多 受台风电脑影响 自9月23日以来 泰国北部、东北部、中部地区多府 都遭受因强降雨而引发的洪涝灾害 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周二称 目前还有18个府、80个县 2300多个村庄处于洪涝灾害之中 超过10万户家庭仍受到洪灾影响 接着来关心最新牛家 还记得今年农历新年期间 那破墙而出的金牛吗 吉隆破帕为年广场 如今再有新作品 在入口处的巨型屏幕上 可以看到这一只裸眼3D恐龙 在广场内开行购物 寓意着我国已经慢慢走出 疫情阴霾 迎接重新回归商场的民众 新闻的最后带您去看看 我是小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